圣灵的带领 我们继续来谈从修长远 我们要修补自己的破口 我们的破口往往是从家庭开始 而家庭的破口往往成为教会的破口 那为什么家庭有那么多问题呢 因为现代的社会有非常多的婚姻的问题 外面的社会统计啊 基本上十对婚姻结婚的超过五对是离婚收场 我们加拿大那边的数据以前也是差不多 后来政府就不统计了 因为觉得触目那么高统计也没什么用 甚至现在年轻人很多也选择根本都不结婚了 因为很多年轻人对婚姻失去了信心 他们看到自己的父母的婚姻都是失败的 婚姻出问题也影响社会 也影响下一代 我们教会其实内部也是有很多婚姻的问题 其实平常我们比较少讲 我们知道圣经是不允许随意的离婚的 那有一些人他不能离婚 但是他在婚姻里面很痛苦 因为婚姻里面有很大的破口 这个当然会影响孩子 也影响教会 我们一定要趁着问题没有很大的时候 赶紧堵住婚姻的破口 我们要反省一下 我们的婚姻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一结婚的时候 两个人还蛮好的 还蛮相爱的 我们才选择结婚 但是为什么现在的婚姻 变成一个好像没有人打理的葡萄园一样 所以早上我们说按照圣经 我们来看雅各第二章 二章十五节 二章十五节 我们一起读 二章十五节 一二三 要给我们勤拿狐狸 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 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 这里说要给我们勤拿狐狸 狐狸就是任何人跟四 有何人破坏我们的婚姻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狐狸在外面 它可以进入 因为我们有破口啊 我们两个人夫妻结婚 有破口啊 罪就用这个破口来进入了 所以我们要赶快 审视一下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婚姻的状态 这个狐狸可能有很多 我们看看下午有多少时间 可以抓几只 我们从圣经里面 就可以抓看到那些隐藏的狐狸 躲在哪里 你又知道狐狸喜欢躲在哪里 你才抓得了 你不看见牠的怎么抓 好 那我们首先来讲一个很严重的狐狸 就是性方面的罪 的引诱 尤其是现在 有了科技的发达 当然以前的人也遇到性的引诱 也会容易犯罪 但是如果没有网路的话 现在犯罪应该没有那么方便 有网路如果没手机的话 犯罪也没那么方便 有手机但是网路没有那么快 犯罪也没那么方便 现在是人类科技最发达的时候 也是最容易引诱人家 在性方面不忠得罪配偶的 得罪神的 我们下一页 我们知道性的犯罪也是非常严重 破坏我们跟配偶的盟约 也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 甚至让我们不能进天国 但是魔鬼就是用人最原始的欲望 来破坏婚姻 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知道大卫年轻的时候 他可以打败巨人哥利亚 哥利亚在强壮 但是大卫靠着神的力量 可以把他打死 但是到了大卫中年的时候 他就被另外一个巨人打败了 这个巨人就是他自己的欲望 这个巨人比哥利亚还厉害 因为这个巨人是无形的 是内在的 这个巨人 你打不死他 你只能够把他防范住 或者是每天要给他征战 你不小心这个巨人要起来 你今天打赢他 但是他明天可能要再起来 我们看撒摩尔记下的第二章 十一章的二到五节 撒摩尔记下十一章的第二节 圣经要翻 不要只看这个 这个是帮助而已 自己要翻圣经 来教会 不要坐在那边只是看而已 有圣经要翻 除非你是眼睛有问题 或者是目道者不会翻 我们要习惯 不然不翻圣经 到最后圣经都不会翻 不翻圣经也容易打瞌睡 翻圣经要醒过来 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 一二三十一章第二节 一二三 一日太阳平息 大卫从床上去 在王宫的坪顶上游戏 看见一个妇人 慕容貌盛飞 好 我们看这个故事 一开始我们都知道 大卫这个时候已经步入中年 这是人生最稳定的时候 当然我们说年轻少年的情欲 圣经讲了要远离少年的私欲 但是中年 那个时候又没网路 但为什么他晚上不睡觉 可能开派对也很开心 睡得很晚 好了 当他起睡到太阳下山 起来看到 有一个妇人在洗澡 在沐浴 怎么会那么刚巧 就给他看见 但是他就是看到 正经说它是容貌甚美 如果是很丑的 可能没有隐忧 这个老太婆在洗澡 也没有隐忧 但是看好 这是一个年轻的 又是一个妇人 又是漂亮的 这个时候 他应该马上就转过来 哎呀 不应该看 抽身射命 应该把她忘记 不要再看 不能看 但是人就有眼目的情欲 对漂亮的事 漂亮的人都会想要看 尤其是对一个 不能看的 都会喜欢看 好 他说第三节一起读 一二三 大卫 就差人 打听 那夫人的试试 可能乌利亚的妻 博士 你看 最后 就是一直 一步一步地 引诱一个人进去 大卫根本不应该去打听 应该把这个人忘记 但是他就打听 打听她是谁 结果打听回来 这别人的妻子 那这个时候还可以停下来 还可以说 那这别人的妻子 不应该想 更何况这个乌利亚 应该是他军队里面的人 他们的仆人 应该都知道 但是他没有停下来 注意就是这样 可以引诱你 一步又一步又一步 开始你想说 看看没关系 我会不会怎样 看看你就开始想调查一下 大家小心 你在Google上面查什么 不要说好奇 什么都想查一下 我看看而已 好奇而已 不想给人家看到你查什么 你肯定有问题 如果你用那个mode 就是 就是怕别人 查过什么东西 不要乱查 不要好奇 这个大卫 就是 信中的欲望 让他越来越好奇 查到这个是乌利亚的妻 应该是 应该是 哎哟 不行 别人老婆 哎呀 真的是不应该 又是我的军队里面的一个人 他同房 他就要回家去了 你看 这死在第四节 猜人去把他接来 明明都知道 别人是 他是别人的老婆 你还要把他接来 去找他 另外一个声音就是 你发神经 你敢做这种事情 这边 滔天的大罪 犯了十节的第七节 就是 奸淫 犯奸淫的 生出来的孩子 神的名 在外邦人 在别人面前 在敌人面前 被亵渎了 被羞辱了 神也刑法他 他的家庭要破碎 虽然神赦免他 没有因为这个罪 马上被定 被本判 被死 但是这个罪的后果 没有离开过他的一辈子 他也破坏了别人的家庭 自己的家庭也破裂 何等痛苦呢 他快乐的时间 可能就只有几分钟 或者几个钟 但是他的痛苦是一辈子的 是永远的 但是罪就是那么可怕 罪找到他婚姻的破口 其实这个破口 就是大卫的内心 他有很多的欲望 明明自己有很多太太 很多非病 都觉得不满足 还对不能得到的人 不满足 还对不能得到的人 不能爱的人 有这种欲望 通常这个破口 婚姻的破口 都是从眼睛进来的 尤其是对男人 我们男人 我们弟兄的最软弱的地方 就是眼睛 魔鬼知道我们的破口 在眼睛 所以大卫 他就是眼睛有破口 看到别人洗澡 没有马上悔改 没有马上认罪 没有马上转头 所以他就一辈子痛苦 那我们今天 我们不是大卫王 有那么多的资源 但是今天试探 也是每天早上门 今天你不用 跑到王宫上面 随便看看 有没有人洗澡 看看看不看得见 也不用去买望远镜 去偷看 别人的家里在做什么 网路上面 就是破口 就是魔鬼 用来引诱我们的工具 现在的网路 色情 是一个很大的破口 因为这个社会上面 这种东西是合法的 叫我像毒品一样 然后呢 影响很多很多人的婚姻 因为眼目的情欲 不单只影响男人 也影响女人 现在很多年轻小孩子 父母没有管的 18岁9岁就给他手机 发育的时候 就开始生性好奇了 之后开始在看网路事情 这种习惯 延续到 我看看 要没有去犯罪 不能这样讲 有话说 不可坚引 二十八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 妇女 咒动淫恋的 这人心里已经 与她犯坚淫了 主要说 告诉我们 那个千古不变的道理 借命说 不可以犯坚引 那是行为 规管我们的行为 这是旧约的时候 以行为来定罪 但是在新约的时候 我们在恩典时期 属于说 对我们的要求 就更高了 不是说 行出来才有罪 你看 你有这种动了歪念 动了淫念 在神面前 已经是个罪了 你已经是给婚姻 一个破口了 如果我们不悔改 不针对自己的软弱 向神祷告 不向神认罪 不向自己的配偶认罪 这个罪 就一直在我们的心里 到最后 你可能就会 有一天 有这个胆 或是遇到这个机会 不是你找的 遇到这个机会 你就会做出来 我们想想看 如果一个信徒 不论是男还是女的 如果连事情都不敢看 我不敢得罪神 我不敢 神才看着我 误会的 如果这个都不敢看 连看 网路上面都不敢看 那这个人敢去犯罪吗 虽然太太在身边 家人在身边 但是他心里面 就是看这个了 那这个欲望里面大到 有一天有这种机会 他就可能踏出去 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 针对我们的弟兄 有没有我们弟兄这方面 是特别软弱的 这个就是婚姻的破口 有一个弟兄 在别的国家 本来有一个很好的 太太才发现 但有小部分的人 可能是想回头 但是很多人都是 既然犯了 我就不回头了 一直走了 好好一个家庭 就破裂 不是真的叫 你留住那只手 但是你死了 你也是没有以后 所以为了要你可以活着 你一定要痛苦的 要砍下去 我们知道自己生 大家不知道 我们私底下 做了什么事 大家选举 都很热心 讲道 翻译 现在教会 要那么缺身工人员 只要你正正常常 就会有人选你 看起来正常 又是弟兄 教会有那么缺工人 家庭也看起来很正常 但是这个弟兄 私底下开始犯罪 开始看色情 他以为别人都不知道 但是其实心里面很不安 因为在教会里面 要装出一个 很圣洁的样子出来 但是回家了 太太睡觉了 孩子睡觉了 打开电脑 太太以为她加班 他还忍不住 又在看 但是有一次被他太太发现 太太也没有责怪她 太太很伤心 但是她 如果这个时候 我只要责备她 让她羞愧 拒绝她 她就会出去了 太太知道 我跟我先生是一体的 我先生软弱 也是我的软弱 我们不能说 神啊 他很软弱 他很误会 在神眼中 你们两个是一体的 所以太太知道 这回改 真正的回改 很快 这种人 就 魔鬼 一定得到他 不悔改的人 魔鬼绝对 会得到他 其实最后死的 是神文 死在骄傲上面 为什么大卫 得到神的赦免 因为他被抓出来了 他被拿当先知 责备他了 马上认罪 马上悔改 所以这个破口 这可以堵了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要在 欲望 性罪犯的 引诱上面的 破口 要给他堵住 我们看罗马书的 第八章 12节 罗马8章12节 罗马书 罗马8章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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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我们心里面打仗 尤其是我们现在 有手机 要5G网路 要无线的数据 在家里又有 高速网路 非常的危险 担子之间 世界哪里都去得到 什么东西都看得到 尤其是对弟兄来说 年轻的 中年的 老年的都一样 所以我们要特别 致死肉体的情欲 在阿拉斯加的 还有在北极圈的 印第安人 他们都是冬天的时候 都要捕住那些海豹 来当食物 你们知道 以前他们用 什么方法来 抓这些海豹 他们通常在雪地当中 会放一把 很尖的 很锋利的刀 然后就在上面 涂一些鲜血 那些海豹 看到这个地方 很多血 这个剑 这个刀上面有血 他们用舌头去舔 他们不知道 这个很锋利 这个很锋利 很锋利 舔的时候 自己的舌头 会被割到 就流血了 他就感觉到 有更多的血在这边 很温暖 这个血很新鲜 他不知道 是自己的血来的 魔鬼 就是用我们肉体的情欲 来杀死我们 比较 木纳 英文是什么 木纳就是呆呆的 看起来 看起来不是很会讲话的 那种 有点像木头的 不会开玩笑 不会温柔体贴 就是很老实 老老实实把薪水带回家 但是你叫他 逃你喜欢 他就不是很懂 但是你在公司里面 有一个男生 很关心你 常常要问候你 常常帮你做这个做那个 去哪里旅游 会来又给你小礼物 对你那么好的小心一点 男人为什么要对你那么好 对你那么好 就是你有兴趣 但是问题是 以前的人 知道你结婚了 就不会追你 现在的人 管你有没有结婚 他可能说 你有结婚啊 没关系 我也一样有结婚 你不开心吗 我也不开心 我们就越来谈一谈 所以 另外一种婚姻的破口 破坏的出轨 不一定是 我们有看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心里面 没有保守住 尤其是女生 女生所要的 就是被关心 被爱 被疼爱 但是往往我们做丈夫的 有时候很笨啊 没有提供这个 情感上的需要给太太 我们以为说 薪水就给你了 就好 你还想怎样 也不带太太去玩 也不带她去吃馆子 也不送礼物 也不关心 也不陪伴 你都没有把你的心 给太太 太太的心 就被外面的偷走了 很容易啊 反过来说 也一样 如果 姐妹 生了孩子 我们的姐妹 有时候生了孩子 那个母性就会代替 妻子的本性 母性 妈的 nature 的妈的 没有生孩子之前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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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的活 没有生孩子之前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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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温柔的 老公就是你的everything honey honey darling darling 女人生了孩子 不一样 然后呢 叫老公的时候 老公过来啊 拿这个啊 可以了 去买菜了 有了孩子之后 什么都是孩子 他都忽略了老公 你也不给他情感的需要 只谈孩子 孩子睡了也没话说 自己划自己的手机 现在很多夫妻不是这样吗 结婚之前讲不缓的话 结了婚就没话讲了 生了孩子出来 又没话讲了 就讲孩子的事 啊 忙完孩子了 哦 自己躺在这边玩手机 你玩你的 他玩他的 这个小狐狸 因为小狐狸会偷走我们 自己的心 也可能偷走配偶的心 我们看真言第四章 二十三节 真言第四章二十三节 四章二十三节 一起读 一二三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来的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当然引诱你是没有办法 去除灭它的 你不可能消灭全世界的引诱 对不对 你也不能说 哇 那么异性那么可怕 我找一个没有异性的地方上班 没有这种地方 你也不能说 我异性那么可怕 要引诱啊 那我不跟异性讲话 没有必要这样 也不能这样 人是有正常的社交活动 正常的上班 正常的跟人家交流 但是你要知道界限在哪里 不可以一样靠近你 太过多接触你 就过了界限 所以我们要保守住我们的心 哦 这个心叫alarm 这好像警号的 哎 这个为什么我们 我这个人 跟这个人是不是走得太近 或者是他不是你的配偶 但是你常常想到他 跟你配偶就没话讲 跟他讲话就讲不完 你的心已经慢慢出去了 所以赶快堵住破口 主啊 赦免我 有不好的意念 不应该有的意念 主啊 帮我拿走它 不要让我犯罪得罪你 你不要让我配偶犯罪得罪你 如果你遇到这个隐忧 你会马上告诉你配偶 心动有时候是很危险 心乱动了 到最后这个人就停下来了 就没心跳了 他很害怕 怎么会有心动的感觉 他不知道 可能不敢啊 告诉他 他被他骂死 但是传道告诉他 你一定要告诉他 因为罪 只要把它翻出来了 就不可能置身 不可能继续隐藏 还有你要求你太太 原谅你 求你太太 帮你祷告 这个试试啊 感谢神 这个弟兄听了传道的建议 回去老老实实地告诉太太 他太太也 虽然伤心 但是知道 这个是一个 我们一起要面对的考验 太太也很开心说 感谢神 你愿意告诉我 那个弟兄遇到试探 愿意去找传道 传道叫他告诉太太 他愿意去遵行 心就保守住了 你就没有保守你的心 你一直 很重要 这就是我们的成长的破口 我们的心欲望太多 这个不单只是讲婚姻啊 或是男女关系啊 性的事态而已啊 我们的心那个成长要很稳固啊 要真理的成长啊 用真理来保守住我们的心啊 再讲一次 我们任何越过界限的欲望 这个不是属于我的 我该有的 主耶稣已经赐给我的 在真理里面 主耶稣已经赐给我的 我太太虽然有时候凶一点 但是她也是为我好 我要爱她 只要我爱她多一点 她的脾气就不会那么坏 弟兄我们要听好啊 太太坏脾气是你影响出来的 因为你没有关心她 没有爱护她 她的火气就很大 有一次圣经里面讲 我们的姐妹讨论 圣经说丈夫是头 啊 丈夫是带领者啊 是头啊 她都是要做主 那你丈夫呢 怎么样去爱你 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所以双方都要反省 婚姻如果出了裂痕 出了破口 不可能说都是一方 100%都是她错 两个人都有责任 两个人都有责任 所以要制服自己的心 最后我们看二十六节 一二三 我的眼目也要 遇到影哟 你的心不要跑出去 赶快捉回来 你常常要给爱 也要接受爱 希望神帮助我们 堵住每一个家庭 婚姻的破口 都得不到荣耀 每天要为婚姻 要为家庭祷告 我们同心末道